我八岁那年,天下大乱。梁、臣、江、唐、宋、魏、楚国的陛下都想做天下霸主,打得不可开交。战火纷纷,无意有安宁日。桃花村地处江国和魏国的边界,因为地势偏远又隐蔽,战火并没有波及。 不过村里的人也人心惶惶,总是害怕大军会打过来。 我倒没有这样的烦恼,我阿爹也没有,谁做天下之主都一样,肚子饿了要吃饭,不耽误我们,吃饭就行。 两个哥哥有点忧心,但也忧心得不多,他们年纪还小,征兵都征不到他们头上,这里也没外人进来征过兵。 我们一家安心种地,等待秋收。 我特别想吃肉食,阿爹会进山去猎蝎野鸡兔子傻袍子,给我打打牙记。 二哥带着我在盐河里摸鱼舔肚子。 我站在潜水里,说是摸鱼,其实是在玩水。 冷布丁脚一滑,我摔进了盐河里。 河水把我冲走了一段距离,温热的河水枪进口鼻,意识一阵模糊。 我听见二哥惊慌地喊我苗苗,我抓住了一双略有点冰冷的手,费了好大的劲才在草丛里站稳。 二哥游过来,吃惊地看着我,苗苗,你手里抓的是谁。 就这样,我和二哥捡了一个老头回家。 老头也穿着布衣,但质地跟我们穿得明显不一样。 他受了些伤,别脚大夫来看过,说不严重,灌了两碗药汤。 老头悠悠行转,我们全家围在他床前,好奇地看着他。 他说话也怪难听懂的,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阿爹听懂了,叹气,这该死的战争。 老人家,外面很乱,你还有没有家人? 老头眼泪落下,摇头。 他和小孙孙一起出来避难的。 后来他和小孙孙走散了,此刻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 阿爹又叹气,那你就在我们桃花村住吧。 我们村里偏远,打仗打不到这里来。 等你养好了身体,再去找你小孙孙也不迟。 老头很感动,在身上摸了摸,于是又哭了。 我被人打落到谷江,顺水漂到这里,随身带的财物也都没了。 我年老体衰,无法劳作。 你们救了我,我不能再给你们添更多的麻烦。 而且,他环顾四周,你们也很困难。 他不好意思开口让我家养。 阿爹被他哭得很难过,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家不白养你。 我听你说话像是读了书的,我们桃花村世世代代都没有读书人。 你要是愿意,可以教教我的几个孩子。 不瞒你说,我好多年前离开过桃花村,到过一次白水县。 那些读了书的人,很好。 阿爹想不到更多的词语来形容到底是怎样的毫发。 可他脸上的向往明明白白。 老头终于点头,好,我们家不大。 老头住下来后,阿爹请村里人帮忙在屋侧再搭了两间屋子。 一间给老头住,一间当作上课写字的地方。 听说我们家来了个读书人,整个桃花村都轰动了, 大家积极性很高,全涌来我家看热闹。 老头竟然没被吓跑。 他换了阿爹的粗布衣服,坐在床上跟大家打招呼,一举一动都很大方。 二哥悄悄跟我说,我感觉这老头一定是个师爷,要不是师爷,做不到像他这么淡定。 我深以为然,很认真地对二哥说,师爷的话,学问一定很好。 二哥,咱们要好好学,阿爹常常说,只有学到的才是自己的。 二哥重重点头,房子盖好的第一天下午,老头就开课了。 桃花村没有纸笔,阿爹会做木工,按照老头的要求,做了个四四方方的浅木盒, 又从沿河边挖了一筐细纱挑剪干净,倒入木盒里。 老头说这是纱盘,他在纱盘上写下几笔。 大哥,二哥和我也学着写下几笔,不知为什么就没有老头写得好看。 老头说这个字念天,他又写了几笔,说这个字念下,天下之大,无其不有。 而这么大的天下,都装在书里,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书里也都有答案。 大哥和二哥似懂非懂,我没想那么多,迫不及待地开口,可是先生。 我还不想知道天下有多大,我想知道自己名字怎么写,可以先教这个吗? 你只想学自己的名字吗?老头问我。 我更不解,难道不应该吗?老头愣了愣。 然后,他就又哭了,小苗苗说得很对。 老夫这香了,还没有你一个小娃娃通透,不先学会做自己,怎么学会做天下人。 那一瞬间,老头有点不一样了,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 他可真爱哭。 我不理解这有什么好哭的,学会写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只想向小伙伴们炫耀罢了。 阿爹说,桃花村的祖上是各地逃难的难民,大家相互扶持着,平安走完一生就是幸福的事情。 我们卫家是从天原府逃难过来的,来了有快五十年了,刚来的时候,全靠村子里的接迹,所以要感恩。 老头,哦,不,阿爹说要叫他文先生。 文先生教我们三兄妹读书十字,我们学会了,也可以教村子里的孩子。 四,知识分享出去不会减少,只会增多。 大哥聪明,学得快些。 二哥老实,学得慢些。 我的资质竟是最好的。 文先生教的东西,一两遍我就会了。 他最喜欢我。 教完了一样的东西,会给我开小灶。 开小灶的结果就是我的功课永远比大哥和二哥多。 以至于我好些天没有出去玩,关在家里的时间长了,我就想溜出去。 这天下午,村头老李家天丁进口,请了文先生去家里做客,说要给他小儿子取个响亮的名字。 阿爹去田里伺候庄稼,二哥忙着学先生教的东西。 我和大哥还有小伙伴赵狗一起摸上了山。 桃花村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进出。 山里充满了未知的危机,却也是最富饶的。 桃花村虽然安定,但种的粮食只够勉强吃饱。 半大的孩子各个馋,这时节山里的物产丰富, 总是吸引孩子们往山里跑。 大哥背着篓子,拿了一把镰刀,砍开荆棘在前面领路。 我和赵狗一人,拿了一根木棍在乱草里打着玩。 阿爹常在山里放陷阱,大哥知道在什么位置。 摘了半被篓野果军箍,大哥就带着我们去找阿爹做好的陷阱, 看看今天有没有肉可以吃。 陷阱里没有肉,有个只剩一口气的人。 他脸上有道猙獰的伤疤,穿着黑衣服,手里拿着一把刀, 陷阱里锋利的木刺穿过身体,血流了一地。 赵狗吓傻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裤裆都尿得湿透。 大哥脸色惨白,我小心地爬下陷阱里, 伸手放在那人的鼻子下,感觉快没什么出得气了。 就在这时,那人抓住了我的手腕,很用力,表情凶狠。 我吓了一大跳,下意识地踢了他一脚。 结果,他的身体一抖,穿在他身上的木刺扎得更深。 这人头一歪,断气了。 他的刀砸在我脚上,很重,砸得我直抽气。 大哥惊魂未定,在陷阱外向我伸手, 苗苗,快上来,太危险了。 我在他身上摸了一遍,摸出几块亮晶晶的铁, 还有一块白白的石头。 大哥和赵狗合力把我拉了上去。 怎么办,赵狗眼泪汪汪,我们好像杀人了。 不是我们杀的,是他自己掉进陷阱里的,我纠正赵狗。 而且他一脸刀疤,连我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他坏。 文先生说了,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 这人不爱幼,肯定不是好人。 大哥一咬牙,我在这里守着,你们回村去把阿爹找来。 阿爹很快来了,同来的还有不少村里人。 大家都拿着棍棒锄头,一副准备大干一架的样子。 阿爹下坑去看了,人死得透透的,他一锤定音,把他埋了,当这件事没有发生。 阿爹因为离开过桃花村,是全村公认最有见识的人,大家都听他的。 于是合力扒平了陷阱,把这具尸体埋进了坑里,那人的刀被阿爹收缴了。 阿爹说亮晶晶的铁块是银子,起码有七八十两,拿回去全村人分一分。 一家能有三两银,大家都立即高兴起来,赵狗他娘还说,要是每天都来一个死在陷阱里就好了。 还是别再来人的好,瞎了半只眼的王瞎子很忧虑,桃花村别有外人。 至于那块白石头,因为是我摸的,阿爹说这东西不能卖,怕惹祸,就归我完了。 大家都没意见。 回到家里,文先生发现了阿爹带回来的刀。 那刀怪尘的,质地也很好。 文先生脸色变了,是卫国金刀卫的人,他们竟然追到这里来了,他站起来作衣。 我不能再待村子里,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文先生说金刀卫很凶残,是坏人。 我立即安了心,先生,我四处都看过,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我们都把他埋了,没有人发现。 先生不走。 阿爹把刀藏起来,也对文先生说,桃花村都这么封闭,还有人能找上来,你出去了岂不是更危险? 先住下吧,走一步算一步。 文先生又感动地哭了起来,我文卫明一生都在为国操劳,没想到老了,既没有看到天下安定,还要拖累别人。 阿爹和我都住了嘴,先生太爱哭,我们安慰得都辞穷了。 由着他哭了一会儿,他才擦干了眼泪,若有一天,有人找上门来,你们切记把我交出去,免遭无妄之灾。 阿爹满口答应。 村里得了一笔钱,各家各户都想买点东西。 外面战乱纷纷,不能大规模去,怕惹眼,也怕人口损失惨重。 好在村里人都很质朴,钱给谁都信得过。 隔了几日,阿爹带着两个青年,背着被篓离开了桃花村。 最近的城镇离我们也有一天一夜的路,村里人出去一趟不容易,阿爹他们再回来,已经是几天后。 阿爹给我们带回来笔墨纸燕,吩咐我们省着点用。 文先生知道,有路可以出去,更忧心了,生怕有人继续找上门来。 可惜,除了那个死在陷阱里的人,再也没人找到这里。 一眨眼,三个月就过去了。 过了八月,我九岁了。 桃花村也到了秋收时候,家家户户都很忙碌。 文先生也想去帮忙,阿爹言辞拒绝了,让他在家看好我,别让我捣乱。 于是,我的课业一下子就变多了。 文先生对我说,大丈夫顶天立地,该有一项本领,养家糊口。 苗苗,你想学什么? 可是先生,我是个丫头啊,不是大丈夫,我好心提醒他。 文先生被噎住。 他无奈地叹气,你是女子,该学些女工刺绣,可我实在不会那些。 老夫会的,乃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大忌。 你,他看我一会儿,摇头,怕是用不上。 先生,你以前是在哪个国家做官? 我好奇地问。 文先生捋着胡须,老夫游历七国,七国皆奉为上宾。 我更好奇了,那先生,你安定了哪个国家了吗? 于是文先生生气了。 气得不行,当天晚上就向阿爹告了我的黑状。 阿爹教育我,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苗苗你知错了吗? 为了讨好文先生,我决定认真思考他提的建议。 我想来想去,全桃花村只有文先生和别角大夫拥有本事。 他们一个会读书,一个会医术。 看样子,读书不算本事,那只能找别角大夫了。 我扛了一条十几斤重的袍子腿, 屁颠屁颠地去了别角大夫马大爷家。 马大爷盘脚坐在家门口扣脚鸭子,你想跟我学医术。 我把头点得如同小鸡灼米,顺便把袍子腿腿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马大爷不客气地收了,丢给我一本书,你自己慢慢学吧。 我捧着医书回去,阿爹听说我拿一只袍子腿换了一本书, 牙疼得不行,咧着气安慰自己。 既然都换了,那就好好学,学点本事也好。 文先生翻看了马大爷给我的书,连连感叹, 马大爷高义啊,这是一本失传的杂遗经,他竟舍得。 阿爹一语道破真相,他大字不识一个,自己看不懂, 换我一条大袍子腿,不换白不换。 我拖着腮若有所思,想着下次拿点什么去,再多换几本。 文先生,秋收完毕,全村开会。 阿爹感叹,文先生定是福星脱生, 他来了咱们桃花村,村里收成都好了。 一罗罗粮食摆在仓库里,大家都很喜悦, 对阿爹的话天然认同。 还是你有见识,把他留下来了,王瞎子附和。 大家纷纷点头,对阿爹很是信服。 文先生被请上座,他有点害羞, 觉得自己实际什么都没做, 于是给了个建议,如今天下大乱, 粮食是生存根本,今年收成好, 吃不完放着也打眼,不如挖个地窖存起来, 不容易坏,也不容易被人发现。 村里人觉得这个建议很有用, 隔天,家家都冻土, 地窖挖好,把粮食存了起来。 这一年冬天,桃花村没人挨饿, 过得很平和。 进了腊月,桃花村下了几场大雪, 文先生整日坐在窗前, 显得很忧虑, 可能想家了吧。 他决定出去一趟, 阿爹劝不住, 让大哥陪先生一起走。 先生拒绝了, 桃花村不大, 村里的南海女孩都很珍贵, 有孩子才有延续。 他不愿意让大哥去冒险, 可阿爹很坚持, 必须带一个年轻人陪同才放心。 文先生最终看向我, 那我带苗苗去吧。 于是人生第一次, 我离开了桃花村。 阿爹送我们沿着小路出村, 爬了几座山, 又从山上下来, 告诉先生走左边那条路, 走上一天一夜才有城镇。 文先生上了年纪, 走得很慢。 三天后, 我们抵达了东凤镇。 好大的城啊!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文先生和我穿得破破烂烂的, 身上满是补丁, 但没有人注意我们。 我这才发现, 原来村外的人日子也很苦。 来往行人的脸上全是悲戚愁苦, 甚至还不如桃花村的人幸福。 那一刻, 我心里有些触动。 文先生本想进城, 可走到城墙下, 他站在一张黄纸跟前看了一会儿, 突然浑身发抖, 嚎啕大哭。 我认识的字也有不少, 读了一遍, 懂了大概意思。 江国亡了。 魏国攻下了江国都城, 屠戮了江国皇族, 不少力挺皇族的贵族, 也满门皆灭。 天下变成了六分。 我和文先生又回到了桃花村。 回来以后, 文先生哭过了整个冬天。 阿爹悄悄告诉我, 文先生是江国人, 他全家这回事真的死了, 一个没留, 包括他那个走散的小孙孙。 文先生太惨了。 我听得也想哭, 但是没办法, 我给文先生找不回家人, 只能把他当成家人, 让他不那么孤单。 开春的时候, 文先生振作起来了, 他哭着说, 生为江国人, 我本该为江国死。 但江国不在了, 天下人还在, 文某还有许多事可做。 阿爹很欣慰, 我那该死的好奇心又上来了, 先生想做什么事。 文先生常遇, 我乃读书人, 读书人的职责, 就是教化万民。 无愿广开学堂, 盼将来有一天, 天下人人有书读, 人人有饭吃。 阿爹表情愣着, 不知想到了什么, 他背过身去擦了擦眼角。 我也觉得, 文先生勾楼的身体, 一下子高大起来, 外面的人都不幸福, 希望天下人都幸福的先生, 心里装了很多人, 绝对不是个师爷, 至少得是县令起步。 我们兄妹三人, 跟着文先生读书, 已有大半年, 进展各有不同。 我和大哥学得最好, 二哥总缺点领悟力, 于是二哥决定不挣扎了。 开春以后, 二哥对阿爹说, 他不想再读书, 他想找个师父习武。 东凤镇上有标局, 阿爹便把二哥送去了镇上标局做学徒。 二哥走后, 文先生的学堂也开起来了, 除了我和大哥, 村里的七八个士林孩子也来读书。 白天, 文先生在学堂上课, 晚上, 他单独教我和大哥。 我从启蒙三字经读到《时政要义》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年秋收。 过去两年, 桃花村的收成一直很好, 家家户户地窖都堆满了粮食。 今年却是个汉年, 桃花村的收成都不高, 听说外面更是颗粒无收。 外面的世道更乱了。 桃花村开始接纳从其他村落逃难而来的亲戚, 原本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村落迅速扩张, 足有五十余户人。 文先生的学堂人更多了, 他把孩子们划分了几个等级。 大哥开始帮先生排忧, 负责交启蒙儿童。 阿爹也忧虑, 逃难的人越来越多, 桃花村总有容纳不下的一天, 若有外敌入侵, 想要抢我们的粮食牲畜, 可怎么办呢? 我脑子里立即想起了前几天先生写的手闸, 屯兵于民。 文先生说, 这是他早些年就想出的主意, 但他走遍七国, 没有一个君主愿意采用他的建议。 君主们怕百姓强大了, 没有人再愿意听自己的指挥, 可我觉得这很好啊。 我们不想推翻君主, 桃花村的人连君主是谁都不知道, 我们只想吃饱饭, 保护好家人和牲畜粮食。 于是我给阿爹出主意, 如今也过了农忙时候, 不如每天把大家集中起来, 早上开荒, 下午练手, 真有人打进来, 咱们也不怕。 阿爹也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当天他就召集了全村的人开大会, 给大家划分了开荒的山头。 至于练手, 则不限年纪, 不分性别, 只要拿得冻棍子, 就可以来参加训练。 为了保卫粮食牲畜。 为了活下去, 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棍法是二哥教的。 这三年, 他在标局做学徒, 很有收获。 阿爹把二哥喊回家来, 教会了村里人棍法。 文先生看着村人们 举着棍子认真练习时, 他又哭了。 他说, 世道艰难, 我既希望屯兵于民用得上, 又希望他用不上。 我们都习惯了。 哪天先生不哭, 我们还觉得奇怪呢。 桃花村人都很朴实, 训练很听话, 不过两月, 已能达到行动有序, 另行禁止。 因为二哥去镇上做了学徒, 大哥时不时会离开桃花村, 给他送些东西。 桃花村这一年的消息, 终于没有那么闭塞了。 过了冬月, 大哥带回来新消息, 今年外面饥荒很严重, 许会饿死不少人。 其实不用他说, 村里人也感觉到了, 因为这么封闭的桃花村外, 也开始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人, 不知是流民还是流窜的匪徒。 事实证明, 阿爹有些见识。 听大哥这般说, 他立即跟村里人商量了一番, 在村口修了个岗哨, 每天夜里都有人去岗哨职守。 冬月还未过去, 果真有人袭击了桃花村。 夜里, 岗哨的铜锣突然响起, 阿爹一跃而起, 顺手操起了放在床头的刀冲出了家门。 那刀还是当年顺回来的那把。 大哥捞起棍子跟着阿爹出去, 我也想去。 大哥拦住我, 描描你手在家里, 保护先生。 文先生披衣站在门口, 眼里闪烁着担忧之色, 我与他一起目送阿爹和大哥走向黑夜里, 无数个影子跟他们一起, 冲向了村口涌来的人群。 大沙生在夜里响成一片, 听得人头皮发麻。 我紧紧握紧拳头, 蠢蠢欲动, 也想冲进去。 我学什么都有点天赋, 二哥教的棍法, 我学得也是最好的。 二哥看我学得好, 还悄悄塞给我他师父传给他的刀法。 不夸张地说, 我可能是桃花村第一战斗力, 但我最终没有去, 因为阿爹说, 文先生是整个桃花村最大的财富, 必须保护好先生。 这场价打了小半个时辰, 火把把村落罩的透亮, 被打死, 打晕的人全部抬到了晒谷场。 王瞎子轻点收脚的武器, 一共是六把大刀, 三柄剑, 三把长枪, 另外棍榜无数。 阿爹手里的刀砍了人, 居然并不沾血。 他虎口鲜红, 眼睛冷肃透亮, 只是对抓来的这些人不知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 开口, 死得丢到山里为豺狼虎抱, 动物吃饱了, 就不会下山来抢我们吃的, 活得绑起来, 问清楚从哪里来, 做过什么事, 要是坏事做尽, 就公开处刑, 误入歧途的, 就罚去劳动改造, 正好开荒也需要人手。 一席话, 阿爹豁然开朗。 闻先生也很诧异, 那一瞬间, 我清楚看见他眼睛亮了起来, 桃花村重整划分。 经过这一次的战斗, 大家明显发现了训练的好处, 也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 村子里的老人自告奋勇地排班去守卫港少, 让青壮年有更多的时间集训。 训练是很消耗体力的, 必须腰吃肉, 才能有力气。 于是阿爹亲自挑了十个人, 组建了一支狩猎队, 专门负责进山狩猎。 大家也发现了, 桃花村消息太滞后, 以至于别人打到家门口了, 才反应过来。 所以必须获取一手消息。 村里有不少善于家长里短、 唠嗑的老人, 他们年纪大了, 打不了价, 大哥把这些人组建起来, 专门负责探听消息。 我笑着说老人们很勤劳, 像小蜜蜂一样。 这支队伍就叫蜜蜂队了。 这一站村里还是有些人受了伤, 别角大夫马大爷负责治病, 他大字不识, 日常的止血疗伤还可以。 于是他挑了两个人一起, 组建了医疗队。 余下的人里, 阿爹挑了一部分专制开荒, 就剩下一百人, 组建了武装部队。 村里没有武器, 进山打猎比较危险, 刀枪都分配给了狩猎队。 村里人爱用的武器还是棍子。 打架用得上, 不打架了还可以用来干活, 很方便。 文先生这回没有哭了, 他的学堂如今人很多, 不但有孩童, 也有不少成年人, 老人。 他沉默了许久, 说光有一身蛮力不行, 老夫读过些许兵书, 有几个阵法, 兴许你们用得上。 桃花村的人很快学会了文先生教的阵法, 武力值果然大幅度提升。 听说我们打败了袭击的匪徒, 隔着几个山头的村落, 蠢蠢欲动。 腊月时, 另一座山的罗家村, 举村来投奔我们桃花村。 阿爹没有拒绝他们, 因为阿娘就是罗家村的姑娘。 村里很多媳妇的娘家也是罗家村。 两村合并, 人口顿时翻了一倍。 罗家村的人对阿爹也很服气, 觉得阿爹能领着大家打败匪徒, 有大本事。 阿爹指挥着大家, 推平了其中一座小山头, 在那边给罗家村的人盖房子的同时, 顺便也修了一个练武场。 桃花村变大了很多, 但刚开荒的土地还产不出粮食, 除了桃花村, 罗家村的人全在挨饿。 阿爹想让村里人把粮食拿出来, 我言辞拒绝, 太轻易得来的东西, 不会有人珍惜。 而且这么多人, 若是敞开了肚皮吃, 不等开春, 大家都要饿死。 文先生深以为然, 于是各家各户都出了两袋粮, 平均分配给罗家村的人, 地窖里的粮食没有动, 这个年, 大家一起只吃半饱。 吃半饱, 大家也很满足, 总比饿死强。 腊月二十九, 二哥回来了, 他是哭着回来的。 东凤镇被不知从哪里来的野军攻占, 城里富户被抢劫一空, 镖局也被打杂, 师父见他年纪小, 让他逃命回家。 二哥很伤心, 镖局师父对他很好, 宛如亲子, 想到师父可能会死, 二哥连饭都吃不下。 阿爹问清楚那只野军有多少人, 紧急召开了小范围会议。 列会的有我们一家四口, 文先生, 还有狩猎队代表王瞎子, 蜜蜂队代表沈大娘等, 大家踊跃发言。 我们去东凤镇救穗子的师父, 王瞎子说, 他教会了穗子, 穗子又教了全村, 等于他是全村人的师父。 二哥大名未遂, 文先生提出困难, 东凤镇路远不说, 那些野军装备比你们好, 人也比你们多。 我们可以先入城, 发动镇子上的人理应外合, 沈大娘笑得很慈祥, 我们都是一群乡下老人, 他们不会提防我们的, 老人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马大爷举手, 苗苗前两天发现的那种草, 我给老鼠试过了, 有毒, 吃了没有力气起不来, 可以放在他们的饭菜里, 降低他们的战斗力。 狩猎队的王瞎子说, 我们狩猎队现在会用弓箭了, 跑动的豹子都能射中, 他们难道还能比豹子更快吗? 文先生一副呼吸困难的样子, 我好心扶住他, 顺便发言。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 我与二哥带着蜜蜂队先去探听消息, 大部队分散入城, 狩猎队在城外埋伏, 等我们的信号。 阿爹听得两眼发亮, 于是信心大增, 那好, 我们今夜出发, 去救穗子的师父。 文先生两眼一翻, 晕过去了, 他一定是太激动了。 我们没有等先生醒来就出发了。 时间紧迫, 大家一路小跑着离开桃花村, 趁着夜色奔袭, 到了东凤镇上, 机材叫过第三遍, 天色有些发白。 东凤镇没有人守卫。 我和二哥带着蜜蜂队进了阵子, 蜜蜂队散开行动, 二哥则带着我直奔标局, 标局乱杂杂的, 二哥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甩开我冲进标局。 我慢了半步进来。 二哥抱着一个中年男人, 嚎啕大哭。 中年男人头上鲜血早已干涸, 左手从大臂那儿断掉, 胸前也是一条猙獰的伤口, 此刻双目无神地坐在地上, 身边还丢了一把刀。 在他身后, 整个标局在无活人。 有个漂亮妇人死得最惨。 衣不蔽体, 银牙咬穿了唇, 死前必定极痛苦。 二哥一会儿哭着喊师父, 一会儿哭着喊师娘, 一会儿哭着喊玲玲师姐, 她哭得我的心也跟着碎了, 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二哥咬牙切齿, 这些该死的人, 我一定会杀光他们。 替师娘师兄他们报仇。 听到报仇两个字, 中年男人的眼珠子终于转了转。 他捡起地上的刀, 撑着自己的身体一言不发地往外走。 二哥抹了一把眼泪, 赶紧跟上。 我怕他们两个出事, 也急忙跟上。 男人一路走到了镇中最大的一座宅子前。 我此刻看到了袭击东凤镇的野军。 文先生讲过如今五分天下的格局, 也讲过诸国的军队。 我立即发现了这些人并不完全是野军。 他们中有一部分是魏国的军队, 只是不知为何来到了东凤镇。 魏国灭掉了先生的国家, 据说很强大。 我握紧刚刚从标局里捡来的刀, 盯着那些人,心里想, 魏国人很爱杀人。 杀人者, 人横杀之。 他们杀掉了先生的家人, 如今又杀掉了东凤镇很多人的家人。 那么, 该他们被杀了? 二哥的师父提到要冲进去, 二哥和我死死拉住了。 要动手, 得人骑。 桃花村的人一向是齐心协力打群架的, 我们不单打独斗。 桃花村的人收到我和二哥的信号, 很快就进了城, 天还没完全亮。 袭击了东凤镇的魏国军还在睡觉, 桃花村近两百青壮年, 手持棍棒, 静静候在街巷之中, 狩猎队张公搭剑。 一剑命中一个, 两个守门的人应声倒地。 二哥和他师父跑在最前头, 遇到一个魏国军就砍一个头, 一路杀进了后院。 不多时, 这支队伍就全成了尸体。 二哥师父冷力地开口, 城墙上还有大约千人。 他杀红了眼, 眼底全是疯狂。 阿爹立即指挥所有人掉头, 二十人一组, 从东南西北四个门灯城墙。 桃花村的人力气大, 又有先生教的阵法, 化整为零, 战斗力并不减弱。 拿下东凤阵时, 天色大亮。 最后一个敌人逃窜着, 跑入一条巷子里, 被二哥的师父砍翻在地。 然后, 二哥的师父直停停, 也跟着倒地。 他杀到历劫, 大仇得报, 心里那口气跟着松了。 医疗队没有跟来, 我和二哥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 巷子里有个门开了, 有个瘦弱的男人, 有些害怕地开口。 两位, 我家是开医馆的, 不如把这位壮士抬进来, 我给他置一置吧。 二哥力气大, 把他师父背进了医馆。 大夫开始给他师父治病时, 我和二哥坐在医馆的门槛喘气。 二哥表情很沉重, 师父一家都没了, 玲玲师姐也不见了, 幸好我进去得早, 要是晚去一步, 师父就要把自己的脖子割断了。 玲玲师姐是谁? 我问。 二哥低声说, 是师父的女儿。 他摸摸我的头。 那一刻, 我感觉他还有话没有讲。 阿爹找到我和二哥时, 他已经把东凤镇内外的魏国军 都清扫了一遍, 只留下三个活口, 是大哥说要留下来问话的。 他问完回来, 告诉我们, 他们都是跟着指挥官来的, 也不清楚来做什么, 指挥官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指挥官已经死了, 在父户家里, 被二哥一刀砍了头, 于是问话没有结果。 这些人进了东凤镇, 无恶不作, 到处奸淫女子, 早就引起了民愤。 阿爹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 既然是所有人的仇人, 那就在菜市口公开砍了吧。 大哥立即转身, 我让蜜蜂队去通知东凤镇的人, 万一有人想捕刀呢? 来捕刀的人比我预想的还要多。 菜市口, 三个魏国军才被拉上来, 立即有乡亲扑过来, 拿棍棒疯狂地 在那些人的身上锤打, 只打得他们气息全无, 连砍头都免了。 这三个人直接被打死, 尸体如同一滩烂泥。 乡亲们开始嚎啕大哭, 有人甚至冲着我阿爹跪下, 有了第一个, 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很快菜市口的人就全跪下来, 把阿爹都跪猛圈了。 他们用着阿爹, 把他推进了城里一座宅邸, 按在了椅子上。 就这样, 阿爹成了东凤镇的亭长, 阿爹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桃花村的人信任阿爹。 阿爹就带着大家干活, 保卫村子。 如今东凤镇的人也依靠阿爹, 阿爹也只能咬着牙干了这份活。 第一件事就是把先生接来。 闻先生沉默着走进里庭, 神色凝重, 把阿爹看得毛毛的。 阿爹脚着手, 先生, 我是不是做错了? 你没有错。 闻先生摇头, 叹气, 错的是这个世道。 他重重拍了拍阿爹的肩膀, 既然当了亭长, 就好好当。 孩子们读了书, 该出来看看世界, 桃花村是他们的后盾, 却不能让孩子们永远窝在桃花村, 只满足于做一个读书人。 盾了盾, 他看着我们兄妹三个, 天下, 大有可为。 我听懂了闻先生的意思。 先生想让天下人人人有书读, 人人有饭吃。 他希望我们能继承他的理想, 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我立即想起了两年前陪先生来东凤镇时的那一幕, 先生在城门外嚎哭, 来往行人的脸上只有悲苦, 没有快乐。 那颗在两年前埋下的种子, 此刻在我心底开始发芽。 我想, 我有比吃饱饭, 吃上肉更重要的追求了。 四五天后, 二哥的师父醒来了, 他的师父叫石云竹。 魏国军闯入镖局时, 他一马当先守在镖局门口, 却遭了暗算。 敌军砍了他的一条手臂, 他胸口中刀, 还被抡过来的锤子砸得昏死过去。 他休克倒下, 敌人以为他死了, 因此逃过一劫。 因没有保护好妻儿, 石云竹痛不欲生。 他死至仍在, 医馆大夫拦了好几回, 怕出事, 把我们叫过去了。 文先生跟着一块儿过去, 见到文先生的第一眼, 一直面无表情的石云竹忽然痛哭失声, 紧紧抱住了文先生, 像个孩子一样茫然无助。 文先生让我们都出去, 他和石云竹聊聊。 原来先生和我师父是旧时, 二哥不断地想往屋子里贴, 耳朵也竖得很正, 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问二哥他师父是什么来头。 二哥皱着眉想了一会儿才说, 师父就是咱们东凤镇的, 没什么来头吧应该。 倒是师娘, 师娘平时气质就跟我们不一样。 我听师父说过一回, 说师娘是京城人, 后来我才知道, 二哥的师娘是文先生的侄女, 石云竹的这门婚事还是先生促成的。 至于石云竹, 他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他曾官拜我们江国的票计将军, 只不过朝中出世, 他才辞职开了这家标局。 文先生和石云竹谈了一个时辰, 这之后, 他和石云竹一前一后出来。 文先生把石云竹带到我们跟前, 开口说, 以后操练兵士, 就让他帮你们的忙吧。 从桃花村带来的两百壮士, 加上东凤镇里的青壮年。 短短四五天, 我们已经整合成了一支千人的队伍, 的确不能再用原来的办法。 阿爹这几天心力交瘁, 有人能帮他接这个烫手山芋, 阿爹忙不迭点头, 那就有劳石先生了。 说吧, 阿爹又把我和二哥推出来, 我这两个孩子, 也请先生多费心。 于是我又多了个先生。 上午上完文先生的课程, 下午上石先生的课。 石先生很厉害, 他尤其喜欢我。 他说, 看到我玩刀的时候, 就会想起他的女儿玲玲。 他女儿玩刀也很厉害, 可惜敌军来袭, 玲玲不知生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圈泛红。 整个东凤镇都被敌军包围, 玲玲姐姐一个小姑娘, 说是下落不明, 多半已经没了, 连尸体都不知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只能更努力地玩刀。 很快, 我成了队伍里最厉害的那个人。 文先生继续忧心忡忡, 魏国派遣部队在这里, 不知有什么目的。 如今被我们拔除, 许惠再来, 我们太弱小了, 到时候会死很多人。 我陪着他在东凤镇不高的城墙上走着, 听了这话, 有些雀跃的小快乐。 先生说我们太弱小, 他终于对我们桃花村有了归属感。 真好, 我们的确很弱小, 于是阿爹召集大家商量, 东凤镇城不高, 敌人打来守不住。 这可怎么办? 大哥第一个举手, 不如我们去县礼, 县礼成高。 那我们怎么进? 王瞎子立即说, 我们狩猎队倒是可以爬墙进去, 但我们打不过那么多人吧? 我们蜜蜂队可以先混进去, 苏婆婆笑得露出崖骨, 想办法让人给你们开城门, 我们做得到的。 马大爷又开口, 我和你们一起, 在水里下蒙汗药, 我最在行。 一行人齐刷刷回头看他, 昨天大家都睡过了头, 是不是你在水里下药了? 马大爷顿时喊冤, 别瞎说我没有不是我。 这反应, 实锤。 我义正词言, 马大爷, 我们现在是桃花村主要战斗力, 下次不兴这样拿我们当小老鼠的。 话题歪楼, 阿爹硬生生拉回来, 那是小事, 还是先说说怎么拿下隔壁县。 温先生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眼底全是茫然, 可你们的目标不是保卫桃花村吗? 怎么突然就要去县礼了? 阿爹挠头, 那不是隔壁县更大吗? 先生, 你不是说孩子们大了该出去看看世界? 文先生顿时无言以对, 石云竹站起身来, 不用那么麻烦, 隔壁县是我旧部在镇守, 我去让他交城, 事情比我们想得更顺利。 石云竹去了一趟隔壁河县, 隔日密封队传来消息, 河县就成了我们的。 阿爹让大哥和我带着大部队去河县, 他自己要守着东凤阵。 阿爹说, 你们都去外面看看世界吧, 阿爹上了年纪, 只想守着家, 等孩子们回来。 其实文先生比阿爹年纪大, 但文先生决定跟我们走。 他走得虎虎声微, 白头发被寒风吹起, 冻得发红的脸却闪着亮光。 石云竹和县令周密并肩站在城门外, 周密很恭敬地把我们迎入河县。 周密告诉我们, 魏国之所以派军来东凤阵, 是因为东凤阵在前不久发现了铁矿。 我和大哥对视一眼, 大哥心有余悸, 幸好阿爹没来, 要是来了, 他这会儿要被吓晕过去。 铁矿是财富, 但在乱世之中, 这无疑也是吸引恶狼的肥肉。 拥有不足为奇, 能守得住才是真本领。 文先生沉声问周密, 魏国不会只派这一支千人部队来, 他们的大部队驻扎在何处。 在白水郡周密说, 匠人们也在那支队伍里。 赵狗双眼放光, 那我们去把他们的匠人抢过来吧, 这样我们也能自己打铁了, 他抹了抹嘴上并不存在的口水。 我缠颜鸽手里那把刀缠很久了, 我要是也能有一把, 做梦都会笑醒。 他的话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大家纷纷看向我和大哥, 大哥习惯性看向我, 于是我开口。 恐怕不行, 我们还太弱小, 应该打不过他们。 文先生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然后我继续说, 这样吧, 明抢不行, 我们去偷几个回来就好。 休息了一天, 我们决定去白水郡偷人, 呸, 不对, 偷工匠了。 文先生决定让我和赵狗去, 王瞎子年纪大稳重, 他陪我们一起。 石云竹也想去, 可他断了一只手, 太扎眼了, 只能作罢。 石云竹指着王瞎子不服气, 他不也瞎了一只眼, 你搞其事。 文先生吹胡子瞪眼, 你俩能一样, 大哥闷声笑, 幸灾乐祸地说, 石先生一点也不像庄稼人, 再办都不像。 那我像什么? 石云竹问大哥, 大哥毫不犹豫, 大将军。 石云竹身躯一阵, 眼圈就又红了。 我觉得京城来的人 大概都有点爱哭的小毛病, 石云竹跟先生一样, 不过无伤大雅, 哭一哭, 更健康。 郡城确实比县城大很多。 赵狗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 我们能行吗? 我重重点头, 先骗骗吧, 不行的话, 我力气大, 咱们打晕了扛着走。 我和赵狗扮作王瞎子的一对儿女, 很顺利进了城。 进了城后, 我们发现白水郡的生活氛围也不太好, 人人静若寒蝉, 几乎无人出门。 我们寻摸了两条街, 找到一家铁匠铺。 这家打铁的汉子很高大强壮, 却满脸愁苦之色, 家门上还挂了白布, 想来才办过丧事。 王瞎子如今嘴皮子可利索了。 他上前去忽悠, 柯柯与这铁匠交谈, 我和赵狗找了个风吹不到的角落商量, 怎么悄悄去城里找那些手艺人。 不多时, 王瞎子回来了, 冲我们比了个妥的手势。 打铁的汉子名叫李川, 他收留了我们。 傍晚, 李川出去了一趟。 在回来时, 他身后跟了四个壮士的汉子。 李川介绍说, 他们都是祖传的打铁人, 我们愿意跟你们走, 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甜甜唇, 尽量笑得令人信服, 有条件我们一定满足,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尽量满足。 李川看向我, 将来拿下白水骏, 骏手的人头得让, 我们来砍。 二十三, 我们一行人, 分次离开白水郡, 回到河县。 铁匠们很能干, 很快, 部队里的主力都拥有了自己的兵器。 再过了一月, 普通的兵族也有了一把刀。 与此同时, 白水郡的兵族也越来越多。 文先生很忧心, 他们大概要打过来了, 需早做准备。 夜里, 文先生愁得睡不着, 书房的灯点了一夜。 四日一早, 他交给我十几封信, 你想办法送出去吧, 老师能帮你的实在不多。 我毕恭毕敬地接了书信, 让蜜蜂队的人按照信的地址, 用最快的速度送出去。 大哥来找我, 先生最近总咳嗽, 不解决了白水郡的卫军, 他大概是睡不好觉的。 与其等着挨打, 不如主动出击, 我拖着下巴想了想, 如今河县有兵马五千, 这样吧, 我带三千去袭击白水郡, 大哥你带着两千人绕后伏击, 来一个揍一个。 事情是瞒着先生进行的, 上次去过白水郡, 看似守卫森严, 实则有很多漏洞。 我翻了蜜蜂队送来的情报, 随手把情报放入探盆中烧掉, 心里有了主意。 三千兵马奔袭到白水郡时, 夜色很浓。 我们先是在城南叫嚣, 等白水郡的守军过来时, 又快速地转移到城西郊镇, 从城西再到城北, 城北再城东。 如此来回两三次, 白水郡的守军, 看出来我们是在逗他们玩, 不肯再上当集合。 然后我们开始从东城门进攻, 没人来支援东门。 两刻钟后, 我们进了白水郡。 等白水郡的守军反应过来时, 已经晚了。 天亮时, 白水郡郡守被擒, 守城位将战死。 这一仗, 桃花村赢得非常漂亮, 后世把这一仗称为白水之战, 是历史上最典型的,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白水郡里的人比我们想得更仇视卫军, 我们攻城时, 就有百姓明里暗里助阵, 等我们拿下白水郡, 已有不少人排着队要加入我们。 我分出一千兵族给大哥继续射服。 大哥英勇无敌, 也打了两波漂亮的伏击战, 俘获兵族兵器无数。 消息传回河县, 闻先生差点又疯了, 不顾年迈, 策马奔袭到白水郡。 看到真拿下了白水郡, 先生两腿发软, 扶着我的手, 才勉强站稳, 如在梦中。 你, 你很好。 他激动不已, 翻来覆去, 只有这么一句话。 我常常舒了一口气, 其实我有点害怕先生骂我的, 他没骂我, 也没哭, 就已经让我感到很知足。 王瞎子带了人, 开始收编青年入伍从军。 对于投降的兵族, 继续沿用我们之前桃花村的策略, 有用地留下, 十恶不赦地公开处刑。 至于白水郡郡守, 则是留给了李川来砍。 手起刀落, 李川砍完, 嚎啕大哭。 丽娘, 我给你报仇了。 她跪着爬到我脚边, 吓得我立即躲开。 我扶她起来, 她不起来, 反而更多的人跟着她跪下了。 他们大声喊我的姓。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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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声震耳欲聋。 笔石文先生也在城门上, 他忽然转过头, 用很深邃的目光审视着我。 片刻后, 他开口喊我大明。 为何? 我吓得一哆嗦, 被人喊大明的恐惧涌上心头。 总感觉下一秒会挨板子, 立即解释。 先生, 不是我让他们这样喊的, 却听文先生说, 以白水郡为都, 择日建国, 国好位, 可好。 我傻了。 文先生整了衣冠, 神情严肃地拜了拜我, 我第一次见他露出那种神亡, 却坚定的目光。 我会替你写一篇习文, 让魏国名正言顺。 文先生的文采斐然, 建国习文写得大气磅礴, 逻辑严密, 讲了七国混战下, 普通百姓生活如何不易, 如何被迫反抗, 又号召了天下有识之士前来魏国, 共创辉煌太平盛世, 还公布了魏国一系列的国会政策。 嗯, 实际上就是以前先生总说的那一套, 愿有朝一日, 天下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书读。 建国习文一出, 天下沸腾。 停着白水郡一战, 我们这一支部队已经闻名天下, 又因习文之故, 无数饱受欺压的百姓 从四方投奔而来。 人一多, 地方就不够住。 没办法, 我和大哥只能抓紧时间多打几个线, 建国的日子是文先生挑的。 阿爹万万没想到, 大字不识的他, 居然混成了一代国主。 他傻呵呵地坐在龙椅上发笑, 笑完了很是心虚地看着我们兄妹三人, 想拉我们一块儿坐。 文先生咳嗽一声, 陛下, 国主只能有一人, 那让苗苗做这个国主吧。 白水郡是他打下来的, 阿爹忙说, 文先生叹气, 七国还从未出过女帝, 大哥笑嘻嘻地, 这不正好, 我们苗苗以后就是第一个女帝了。 文先生严肃地瞪他, 理不可乱。 阿爹和大哥二哥, 齐刷刷地垂手站着, 想说错话的孩子被家长训斥, 乖得不得了。 文先生只能无奈地补充。 当然, 天下安定后, 陛下想安享晚年, 传位给谁是陛下的事。 阿爹立即露出傻笑, 就苗苗不挑了。 二十九, 为国建立后, 白水郡改名锦都。 文先生的事情, 一下子多了起来。 他之前写出去的信, 也陆续有了回复。 锦都城来了很多人, 他们终有保学之士, 受先生感召, 在卫国安家, 建学堂教化育人, 有技艺高超之人, 广收学徒, 有家产万贯之徒, 前来经商求个安定。 也有许多同文先生一样, 希望天下人人有饭吃之人。 他们也跟文先生一样智慧, 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锦都又有了人气与活力。 当然, 更多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他们受够了战争的苦, 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土地, 吃饱饭, 足矣。 除了卫国, 其余五国皆在观望。 卫国与卫国相邻, 很是寝食难安。 秋天到来时, 卫国借口我们抢了他们的粮食, 发兵乏味。 文先生毫不心虚地又写了一篇应战习文, 委婉地骂了卫国主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贼喊捉贼, 直骂的卫国主颜面不存, 还表示不用他们过来, 我们过去就行。 我们从锦都出发。 卫国军说, 我们卫国抢了他们的粮食和土地, 于是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走到哪里分到哪里, 打一个地方分一个地方, 只要改国籍做卫国人, 都能按人头领地回去中。 结果, 我们越打速度越快, 加入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第二年春天时, 卫国已经把土地分到了卫国都城。 卫国灭亡 卫国皇族被抓起来等候处置时, 我怕文先生心情不好, 特意抽了两天空陪着他。 他去巡查护司, 我跟着他。 他去巡查利司, 我跟着他。 他去巡查侵天间, 我还跟着他。 跟得他不耐烦时, 他拿棍子抽我。 你要没事就去练兵, 整天跟着我做什么。 能做什么, 不就是怕先生 面对自己的徒家仇人 会想不开吗? 我摸摸头。 先生, 阿爹说这里的梨花开得好, 采了很多酿酒, 你要不去喝些吧。 讲真的, 我希望先生 还像以前一样爱哭, 这样不会憋坏了自己。 文先生终于懂了我的意思。 他没有说话, 领着我一路往城郊去, 翻过一座山后, 到达一片乱藏岗。 他指着其中一处说, 我的家人就葬在这里, 我环顾四周, 并没有坟。 文先生继续说, 魏国灭了江国后, 魏国主屠戮了我全族, 把我的四个儿子 带到了魏国都。 我的四个儿子皆是江国重臣, 硬折不弯, 魏国主招揽不成, 把他们无马分尸, 尸体丢在这片乱藏岗。 那一年是冬天, 山里饿郎多, 我的孩子们全部尸骨无存, 他语气平静而沉重。 你问我恨不恨魏国主? 我恨。 三年前, 他们站在我面前, 我会亲自提刀杀了他们。 但现在, 他停了停, 苗苗, 我老了, 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仇恨上, 我有比恨他们更重要的事情做。 文先生回去了, 处置魏国主时, 他忙得都没去看一眼。 阿爹叹气, 文先生不是不想看, 他是不敢看哪。 他怕看过之后, 心底的那根线会松掉, 人就废了。 阿爹摸了摸我的头, 乖孩子, 文先生最喜欢你, 你也懂事, 魏国皇族就别丢乱藏岗了。 既然文家人的英魂在那儿栖息, 就不必再打扰文家人。 我点点头, 下令让人把魏国皇族挫骨扬灰, 乱藏岗上立起了文家人的衣冠种。 我把习文烧给他们, 九泉之下, 他们该安息。 半途扩大后, 魏国也有了话语权。 阿爹封我做兵马大元帅。 统领魏国军, 大哥和赵狗 做我的左膀右臂。 赵狗嫌弃自己的名字土, 敲摸摸改名叫赵狗。 文先生和石云竹 常年跟在我身边, 提点我文韬武略, 我的日子过得很适充, 心拾苦。 与我们乡邻的梁国和陈国 冒犯了我们两次, 没讨得好处, 也不敢再轻易出兵。 魏国用铁拳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修养时间。 一转眼, 我十八岁了。 这几年, 各国依旧混战不止, 魏国居于西侧, 避免了许多战争。 天下二分, 魏国雄聚中原西, 楚国占领东部。 自魏国建国, 短短五年, 已成功灭掉了魏国、 陈国和梁国, 成为了楚国的心头大患。 版图越来越大, 我的先生们也越来越忙。 当初跟着我们从桃花村走出来的人们 也都有了各自的岗位。 赵垢做了镇国将军。 他今年二十有三, 在他娘的操持下, 娶了村里的小桃做了媳妇。 小桃生得也很好看, 最主要的是, 他力气很大, 总能管得住赵垢。 王瞎子现在也是票计将军了, 孤寡了十几年的他, 居然在三十七岁时 跟赵垢同时娶上了妻子。 他妻子是白水郡里的一个寡妇, 姓和。 和寡妇命不太好, 本来要出嫁了, 结果母亲死了, 先守孝了三年。 等三年期满, 刚嫁到夫家不过三天, 就遇到了白水郡被魏军攻占。 一家全死了, 他与王瞎子结缘, 居然还是因为我们去白水郡偷工匠那回。 大哥也娶了妻, 他的妻子是魏国的官宦小姐。 大嫂书香世家, 家风很正, 从未看不起我们农户出身, 相反, 她很崇敬仰慕大哥。 大嫂嫁过来第一年, 就给大哥生了大胖小子。 如今大哥七管炎, 不怎么爱出去打仗, 天天只想守着老婆儿子。 二哥却没有娶妻的打算, 阿爹问他想娶个什么样的妻子, 他只笑笑不说话。 每当这时, 石云竹的眼神就寒了一层水雾, 望着二哥的目光疼爱至极, 仿佛二哥是他儿子。 我想起当初在东凤镇, 二哥哭着找来找去的玲玲师姐。 从前不懂的, 我现在懂了, 可惜我帮不了二哥。 没有人能帮得了他。 年轻一代各自安家, 长辈们却有操不完的心。 温先生今年已经七十, 可不知为什么, 他精神反而越来越好。 他时时笑着, 不再像初任时时总哭。 他白日忙着在各部之间奔走, 夜里闲下来还要住书里说, 没一刻得闲。 他每日只睡两个时辰, 恨不能把睡觉的时间也拿来用。 有一次, 石云竹劝他早些休息, 我听见文先生说, 我没有时间了, 老夫活了七十年, 只有这五年才活得畅快无比, 我不想带着遗憾死去。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人都会生老病死, 可我舍不得闻先生死。 他来到桃花村, 教我们读书识字, 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他给桃花村带来了希望, 如今也给天下人带来了希望。 我从不信神佛, 但这一刻, 我想跪在神佛面前, 求他们怜悯我们, 让先生长命百岁。 至于先生的心愿, 我不求神佛, 我会替他实现。 我二十岁时, 阿爹开始替我择婿。 贵为魏国太子, 我想要什么样的郎君, 就能找什么样的郎君。 我其实不是很想嫁人, 天下还有很多事情, 比嫁人生子更重要。 我借口巡查大营, 骑着马沿着锦都城外的桃江散步, 冷风吹得我头发凌乱, 我找了个地方安静地打水飘完时, 桃江上飘来一团影子。 影子飘近了, 我凑过去看了看, 居然是个人。 我把他翻过来, 第一眼我就极为震惊。 这是个长得极其好看的男人, 好看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我看一辈子都不会腻的那种。 他与我一般年纪, 唇色苍白, 胸口插着一支剑。 自从别角大夫马大爷给了我第一本医术, 后来在东凤镇结识了旧石云竹的谢大夫后, 我着实学了几年的医术。 见他还有一口气, 我把人抱到岸边, 利落地脱了他的衣服, 插在他胸口的剑暗时急了。 我拿出匕首剑去尾端, 单手按住, 把剑拔了出来, 痛让男人醒了过来, 我瞥他一眼, 幸好你遇到了我, 我身上有伤药, 不然你就死了。 他咳出一口血, 多谢, 不用谢, 有礼貌就太好了, 我笑弯了眼, 我要收报酬的。 他的眼神在我身上群寻, 眼底暗淡, 恐怕要让姑娘失望了, 我没钱, 没钱可太好了。 我欢呼一声, 我也没钱, 我们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男人又晕过去了, 好在我力气很大, 我把他抱到马背上, 拖回了锦都。 听说时隔多年, 我又在河里捞了人, 大哥和二哥, 还有文先生文讯赶来。 我指着男人笑得很得意, 你们看, 长得多好, 当我的太子夫 是不是绰绰有余。 大哥先黑了脸, 不行, 我不会让个来历不明的臭小子 娶我妹妹。 二哥看了片刻, 他看起来有点面熟, 阿爹则摁摁点头。 苗苗真喜欢他的话, 娶他也不是不行, 让蜜蜂队先查查底细, 干净就娶吧, 你开心, 阿爹就开心。 这回轮到文先生黑脸, 太子婚事岂可儿戏, 可是苗苗喜欢, 阿爹很认真地想了想, 苗苗喜欢, 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 文先生看着我, 片刻后, 他叹了口气, 先生到底陪伴我长大, 他最清楚我的性格。 他妥协了, 男人在第三天午后醒来, 他的伤势很重, 不过这不是什么问题, 如今我们锦都城里 多的是梁衣, 不到一个月, 他就能下地走路。 锦都一开始是没有皇宫的, 但一统四国之后, 文先生觉得 一国之主的派头不足的话, 不足以震慑他国使者, 于是修了一座皇城。 我们都是穷人出身, 不想浪费钱财 在皇城布置上, 除了主殿, 其他宫殿的布置都很简单。 我的东宫也是如此, 男人看了半天, 愣是没看出这是皇宫。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开口, 屈成如, 声音清润好听。 那我以后喊你阿如, 我笑弯了眼, 阿如, 你想起来走走吗? 他点头, 我扶着他, 沿着东宫到处走。 听说他醒来, 阿爹带着两个哥哥 还有大嫂一起来看望。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时, 一向简衣, 不带仆从。 阿爹看我扶着屈成如 在院里走来走去, 牙酸又眼酸, 急吼吼抢了过去。 吃饭时, 阿爹忍不住给我夹肉, 多吃点呀, 这阵子照顾人, 你都瘦了。 爹爹, 我也要吃鸡腿, 小折奶生奶气开口。 大哥立即伸筷子, 给你。 大嫂温温柔柔的, 夫君。 别太惯着素儿了, 他越来越不爱吃青菜。 于是大哥的筷子转了个弯, 鸡腿落在大嫂的碗里。 素儿乖, 不吃了。 万儿, 你吃, 你最近也瘦了。 大嫂的脸, 当时红成了苹果。 屈成如愣愣看着这一幕, 我猜是没人给他夹鸡腿, 他很羡慕。 于是我把我碗里的夹给他, 也冲他呲牙笑道, 我的给你, 别羡慕, 别人有的, 你也有。 他好乖, 深深看我一眼, 低下头, 开始一口一口啃鸡腿。 我陪着屈成如散步, 顺便跟他讲我小时候的去世。 他听得很认真, 此时他早已知道我是魏国的太子, 不过他的眼神并未有任何异样, 他听我说话时, 总是温柔而专注的。 他也会用好奇的口吻问 关于我的那些传说是不是真的。 听说太子殿下八岁遇到文先生, 只学了半年, 就能出口成章。 假的, 我学了半年, 还是狗耙字, 根本不会做文章。 听说太子殿下得识将军 真传, 能千步之外取人首级。 假的, 怎么不传我会飞? 他敏纯笑, 很是客气。 听说太子殿下文武兼备, 为国男儿揭汉言, 不就是传我是母老虎, 没人敢取吗? 你咋说出来那么好听的? 他又笑, 那有什么是真的? 我歪头看他, 不由自主就想笑弯了眼。 嗯, 喜欢你这件事, 是真的。 他漠然脸颊飞红。 我带他在卫国巡查, 走入市井中, 看看我们卫国的风土人情。 百姓们都很热情, 并不因为我是皇太子, 而对我有所敬畏。 大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幸福,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 屈成如的话很少, 他看了我们的赋税政策, 看了我们的经济政策, 看了我们的官员选拔和考核, 看完之后长久沉默,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觉得此刻的他, 很像当初的文先生。 屈成如的身份很快查出来。 我就踏实, 他衣着不凡, 想来身份也不是很普通。 但我万万想不到, 他竟然是楚国的太子殿下。 听说是戴君王巡查边关时遇到了埋伏, 被人打入了陶江, 他迟早要回去的。 阿爹劝我, 不然换个人吧。 我想了想, 不好让阿爹太为难, 只能点头。 可屈成如却不干了。 我送他离开皇宫时, 他转身握住我的手。 苗苗, 你不要嫁给别人, 好不好? 最多一年, 我必以国里娶你。 我摇头, 我爹舍不得我远嫁, 我不会和亲你们楚国的。 他一咬牙, 那我嫁, 你等我。 我留在魏国主持国际, 屈成如的离开并不让我很难过, 不过, 我还是会在夜深人静时坐在屋顶上看星星, 想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在看同一片天。 他给我写过很多信, 每一封, 我都珍藏, 赵构苦口婆心地劝我。 他是楚国太子, 你们迟早是要敌对的。 苗苗, 你别投入太多。 我笑道, 我知道, 战场上遇到, 我不会对他心慈。 我第一眼喜欢他, 但这份喜欢, 并不足以让我拿整个卫国开玩笑。 想必他也是如此。 屈成如让我给他一年时间, 我愿意给。 我只求问心无愧。 这一年, 关于屈成如的消息不断。 听说他回了楚国后, 楚国没两月就乱了。 原来他当初不是意外受伤落入桃江的, 而是被他的亲兄弟打落江中, 要不是我救他, 他连尸体都不会胜。 听说他虽是楚国太子, 实则他的母亲非常不喜欢他, 偏疼小儿子, 对他很是苛刻, 他打小就没得过母亲疼爱。 他的父亲, 楚国主对他也不好, 总是猜忌他, 他活得战战兢兢。 楚国的争斗具体细节不清楚。 魏国开始下第一场雪的时候, 传来了屈成如登基为地的消息。 他成了楚国的国主。 腊月, 屈成如向魏国发了国书, 愿与魏国涌结两性之好。 文先生问我是怎么想的, 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天下安定, 和亲倒也是一个办法。 我笑了笑, 魏国不能没有皇太子, 先生也不能没有我送终。 他要和亲, 可以, 嫁过来吧。 这几乎不可能。 先生也觉得不可能, 但我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无法反驳。 他晚年丧子, 丧孙, 满门皆灭, 我跟在他身边读书十三年, 他早已是我为女, 内心极不愿意我远嫁他国。 大哥虽也受教于先生, 可他一百个心严子都用在了大嫂身上, 对权力并没有太大的追逐。 若他为君, 先生顾去后, 魏国只能维持现状, 甚至还不如现在。 二哥脑子不够用, 能做一方雄将, 却做不了一国之主。 魏国没有我, 不行。 于是, 魏国的国书还是送去了楚国。 楚国人都很震惊。 对他们来说, 魏国此举无异于再打楚国的脸。 主战派占了上风, 国内吵吵嚷嚷着要交战。 屈成如百般手段都用上了, 最后竟真的让他的朝臣 同意了我荒谬的提议。 只不过要求魏国退让几步。 上半年在魏国, 下半年就必须在楚国, 不能厚此薄彼。 国书传回魏国, 天下震惊。 我二十二岁时, 迎娶了我第一眼看中的男子为父。 四十三, 成婚那日, 十里红装。 屈成如按照楚国的风俗, 穿了玄黑礼服, 坐着龙眼, 来到魏国皇城。 我这大红洗服, 出宫十里, 迎她入宫。 扶着她下龙眼时, 我感觉她的手颤抖得不成样子, 我压低声音问她,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高兴, 她轻声说, 苗苗,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终于做到。 我突然感觉眼圈有点热。 很久没哭过的文先生又哭了, 石云竹扶着她, 也在不停抹眼泪。 阿爹一会儿安慰文先生, 一会儿安慰石云竹, 忙得不可开交。 其实, 她才是最想哭的那个, 夜里。 我靠在屈成如怀里, 在她胸口画圈圈, 问她, 你为什么愿意嫁给我? 她把我的手拉到唇边。 说起来, 你可能不相信, 我是先爱上你的家人, 才爱上的你。 我从小没有感受过什么亲情, 在遇到你们一家人以前, 我以为每个国家的皇族都是这样的, 勾心斗角, 冷漠无情, 权力至上。 那一天, 我见你们一家人一起吃饭, 你们互相谦让一只鸡腿, 你们会关心彼此, 会认真疼爱身边的每个人, 我觉得很震撼。 就是那一天, 在冷漠氛围里长大的屈成如, 爱上了我们家, 她想留在这里。 后来, 她听我说童年的趣事, 看我熟练处理政务, 被我带到市井中, 每一刻, 她都觉得自己鲜活了起来。 她看过了我的国家, 被我们有爱平等的理念感动, 被我们每个人脸上那种纯粹的快乐感动。 我翻身看着她, 昏暗的灯光下, 我觉得她可怜得令人心疼。 我吻了吻她, 她把我搂得紧紧地, 吻我的额头。 苗苗, 我当国主是为了保命, 现在, 我想把国家也交给你。 她低声说, 愿有朝一日, 我们楚国也能人人有书读, 人人有饭吃。 成婚两年后, 我有了大儿子魏昭, 又两年, 我生了次子屈衡。 阿爹觉得时机成熟, 这些年, 我在魏国建立的威望很高, 她该退位了。 二十五岁时, 我登基为帝, 做了魏国的女帝, 也是天下第一个女帝。 随着我的风头月盛, 屈成如很少出现了。 她现在整天在后宫里带孩子, 从小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暖的她, 很享受被孩子们围绕的感觉。 楚国一直是我在代管。 代管了几年后, 我嫌患印喜太麻烦了, 索性把楚国取缔了。 文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他连夜翻了许多书, 帮我想了个响亮的国号。 我三十岁时统一了楚国和魏国, 改国号为夏, 这一年为大夏元年。 十年时间, 文先生更苍老了。 他今年已经八十有二, 头发全白, 必须处着拐杖才能出门。 他却不知疲倦, 总是奔波在大夏的各个角落, 每一次出去再回来, 他就跟捡到了钱一样傻乐。 文先生提了很多治国安邦的国策。 我都觉得很好, 试着在全国推行, 反响很热烈。 我一直都觉得文先生很有才。 有一回跟屈成如闲聊, 我说文先生这样的人, 当初只做了个县令, 江国国主眼睛太瞎了。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谁跟你说文先生只是个县令? 没人跟我说过, 是我和哥哥们下菜的。 他用超级怪异的眼神看我。 他真名文未名, 饱读诗书, 乃真正圣贤, 当是大儒。 而且还有个传言, 你肯定也不知道吧? 什么传言? 我不太信, 那爱哭的老头 居然还有这妖牛逼轰轰的身世。 屈成如一字一句开口, 得文重者, 可得天下。 而天下, 已在我掌中。 文先生活到了八十七岁。 他离世那天非常平静, 早上起来陪我和孩子们吃了早餐后, 他让我送他去文家人的衣冠种钱祭奠。 我们在文家人的坟前烧了纸钱, 文先生烧了最新的席纹, 在坟前站了一会儿后, 他指着东侧一片土地对我说。 我找人看过了, 这会儿风水不错, 我归去后, 把我葬在这里吧。 我点头, 心里预感到了什么。 下午, 他把我的几个孩子叫到跟前说了会儿话后, 让他们去玩。 魏昭最乖, 阿祖, 我不去玩, 天冷, 我给你五五被窝吧。 文先生含笑拍拍床, 来吧, 阿祖抱着你, 心里安心。 他们祖孙在殿中安睡, 我下朝后处理完政务, 往这边走时, 呼绝心口顿痛。 快不赶到文先生的大恩公时, 只听见魏昭伤心的痛哭声。 阿祖, 你醒醒啊。 按照文先生的吩咐, 我把他葬了那片土地上, 能遥望京都。 他留下了很多学说, 我让人整理出来, 全国看印。 他的影响力足以撼动后世千秋。 我想, 文先生是没有遗憾的。 他的理想, 在这些年已全部实现。 而一个人能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间, 是一种绝对的幸福。 我们都会幸福。 那就是这个人能毫无遗憾的。